我智商100我坐 你起来 我才应该坐智商100的车厢 我来了 我要坐在智商0的车厢里 小魔王 你怎么不坐智商100车厢 我肯定不行 只有智商100的人才能坐 要不然会被打回来的 那么说我智商肯定有100了 什么呀 我这么聪明还没到100 我来试试 好疼啊 我还是坐智商80车厢吧 为什么智商80车厢也不能坐 白熙队啊 你俩只能坐智商50车厢 为什么 我们要坐智商100车厢 你们想要坐智商100车厢 还要多加努力才行 可我现在就要做 这样吧 有一个智力大闯关游戏 要是你们能通过 你们就可以坐智商100车厢了 真的吗 我们要参加 白雪贝尔 你们真的要参加智力大闯关游戏吗 要参加 好 别看急 什么牛不会吃草 什么牛 白雪你快说 是我牛 正确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是 是张言 正确 很好答对了 打什么东西不费力 咋好吃 正确 东瓜西瓜南瓜都能吃 什么瓜不能吃 北瓜 错误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那是什么样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快放松到评论区告诉我们吧 是傻瓜 傻瓜不能吃 答对 大宝最喜欢的课是什么课 体育课 不对 是下课 算你们答对 跟我来下一罐 白雪 你要用漏勺喝完整瓶可乐 这怎么可能 贝尔 你要不剥皮 就吃掉西瓜饶 什么 这就是第二关的内容 一小时后 我来看结果 怎么办 不剥皮 我怎么吃西瓜饶 是啊 这下可怎么办 你们都完成了没有 没有 这太难了 那你们就无法坐上 至上一百的车厢了 你这不是为难人吗 没人可以完成的 我也来吃 在这里搭炒钢了 我能完成这两个任务 什么 对 你要是不想剥皮 吃掉西瓜饶 可以给西瓜泼个洞 然后用西瓜饰啊 这样不就完成了 不错 是这样的 这 兄妹 你也太聪明了吧 兄妹 那你说 我这个用漏勺喝完整瓶可乐 怎么完成啊 你给西瓜起个名字叫漏勺 然后用它喝完可乐 不就是漏勺喝完可乐了 这可以吗 吴婆婆 当然可以 方法有很多种 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好吧 我们认输 贝尔我们还是去做智商五十车箱吧 别再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 小羊小羊几点了 八点了 两点了 十点了 十二点了 没羊猜中我几点睡觉 我可以吃掉最接近一点睡觉的小羊贝尔 好 好 贝尔姐姐 可恶 下一轮我一定要猜中黑暗魔王的睡觉时间 把贝尔姐姐救回来 这次我报十点 千万别被猜中 不然我却要把贝尔放回来了 小羊小羊几点了 六点了 八点了 再猜错 姥姥又可以吃羊了 我猜十点吧 一定要猜对 让黑暗魔王睡觉啊 可恶 居然被猜中了 我还报十点 小羊小羊几点了 十一点了 十二点了 一点了 一点了 三点了 果然没猜中 这次小羊白雪最接近十点睡觉 跑 不好 白雪姐姐被吃掉了 只剩两轮游戏 一定要全都猜对 白雪姐姐才能回来和我们一起逃跑 这次我还报十点 小羊小羊几点了 黑暗魔王不会报三次十点吧 我试试 十点了 太好了 只要最后一轮也让黑暗魔王睡觉 我们就能跑掉了 这次我报六点 要是最后一轮他们都没猜对 我就能把小羊都吃掉 小羊小羊几点了 十二点了 一点了 五点了 大家都没猜对 我报六点还是七点呢 小朋友你们能告诉我吗 小朋友们都说是六点 我就到六点吧 耶我们终于可以跑了 那黑暗魔王怎么办 他醒来还要抓我们 我们去找乌伯伯 乌伯伯 黑暗魔王睡着了 你快让他清醒过来吧 什么 自从黑暗魔王被老狼咬了一口 就以为自己也是老狼 好 我这就去救他 小羊小羊我来了 黑暗魔王不应该睡六个小时吗 是小朋友们帮你答对的 所以 我只是三个小时 快告诉我几点了 不把你玩了 不不不 快点遭遇吧 我可不想再装小羊被黑暗魔王玩了 乌拉乌拉 黑暗魔王醒过来吧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 绿造因为我变得更香 他就以为自己是羊了 小朋友们 喜欢这个视频吗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哦 下一集再见 我来捞小美人鱼了 选哪一条呢 就这一条吧 哇 小火来了 我可不想被他带走 不跑 哇 我被捞住了 我希望你是擅长养鱼的人 哇 好漂亮的美人鱼啊 我会好好对待你的 我也来一条 哇 他看起来不错 我选他了 嗯 捞到个很漂亮的美人鱼 我喜欢 耶 白雪被二刀被捞走了 是啊 什么时候才出现一个喜欢我的人呢 妈妈 我想要一条小美人鱼 那我们要这个熊美鱼吧 妈妈 我想要这个大宝鱼 它看起来很可爱 哇 终于有人喜欢我了 谁想想我呢 我希望我可以被王子捞到 这里还有一条美人鱼 哇 居然不是王子 嘿嘿 我回家了 A few moments later 让我看看 小美人鱼们都生活的怎么样 召唤之力 美人鱼哥 你教会我们干什么 你们这些天生活的怎么样啊 白雪 你先来说 小美人鱼 我家里没有大鱼缸 只能给你住小鱼缸 不过我会照顾好你的 希望我可以被照顾得很好 白雪美人鱼 我给你换水 白雪美人鱼 我给你换食物 白雪美人鱼 我给你换食物 我给你晒太阳 王后对我很好 把我照顾得也很好 我很喜欢这个新家 贝尔大宝熊妹呢 我一点也不好 这么漂亮的美人鱼 我把我家的豪华泳池给你住 好漂亮的豪华泳池 给你勾起食物 我要出去了 真好吃 我下雨了 怎么快打雷了 我家去哪儿了 怎么没有人管我呀 好漂亮的小美人鱼呀 长发 你要照顾好小美人鱼呀 好的妈妈 长发 该换水了 妈妈 你去吧 长发 该换食了 妈妈 我在玩呢 你去吧 最后还是我照顾你 小美人鱼 美人鱼公主艾莎 把我放到泳池里 就把我忘记了 长发也是 一直让我一去妈妈照顾我 她也把我忘记了 嘿嘿 黑暗魔王可是要一个手 我在黑暗魔王家 生活得特别好呢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 谁最会要美人鱼呢 觉得是王后的 发送一一一 是艾莎的 发送二二 是长发的 发送三三三 是黑暗魔王 就发送四四四 关注我们 下期更精彩 下期更精彩